欢迎收看妈大萨妈拉罕网络新闻 我是主播陈嘉欣 让我们关注大学动态 三二月大学慈祭大专青年联谊会 简称慈青 在2014年的毕业典礼上举办了第二届的扫街活动 这活动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宣导沙大生间的环保意识 环保人人有责 慈青是希望借此活动推广以身作则 以身教影响身边的人 再者他们也表示进化校园进化人心 是沙大一份子应该培养的责任 在我身后续请慈青在进行扫街活动 这项以坚实环保美化环境为概念的扫街活动 在今早10点从学生事务所开始出发 大约25名慈青分成各小组 在沙大不同的位置进行这项活动 每次有这种大型的活动 去很多垃圾会被制造 所以我是想来美化一下我们的校园 他们我们会把垃圾丢进龙沟里面 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一下雨的话 就会击在一起 就会导致很多可能蚊子会击生 污染啊 龙沟阻塞啊 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会造成水灾啊 就觉得大家的那个环保的决心还不够很强 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然后才可以去影响身边的朋友 大家觉得救地球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命 就很像只有Superman啊Batman啊 这种很伟大的人物才可以做到 其实我们这种小小的平民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真的去做 小小的动作也可以大家凝聚起来 那个效应也是很大可以救到地球 他们有一边吃垃圾 就是有顺便也一直吃过分类了的 所以我觉得还比较容易啦 如果要做recycle的东西 我觉得还蛮好的啦 大家每天都在课堂上会学到5R 是不是 我们就希望把这5R融入在生活里面 把它应用出来 就很像有减少啊 拒绝啊 重用 或者是修理 然后最后才到环保 然后希望大家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日 有一个环保日 会在FEB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 垃圾变黄金 黄金变爱心 爱心泡清流 清流绕全球 耶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一起与地球共生息 Mada Samrahan 网络新闻记者 王婉英 沙大岳大学报导 死清表示 沙大虽然已经聘请了清洁人员 但是这并不代表 大学生可以不用爱护校园的清洁 因为生活教育是大学生必修的课程 很快的 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